我打工回来了 快点出来 我再来看一下 儿子坐下了 我今天买这个 让大家再来看一下 我打工回来了 我打工回来了 朋友们看一下 我老婆去云南走娘家 我买了一个包 让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买这个包 给我老婆回娘家 这个包也不小 两个多 三个多 三个多 四个多我对不起我日子说对了 四个多是吧 你四个多 快 你还一个 五个多 这也还一个多是吧 五个多 老婆你猜一下这个包多少钱 我多少钱啊 什么钱啊 朋友们 哎 哎哎哎你们猜一下这个包就多少钱吧这个包 这是五个 刚才数了数五个都是吧 这个这么大一个包 嗯 看到吗 你看看老婆 四十块钱 哎呀 还猜的差不多了 四百块钱 三十九块钱 朋友们 四十块钱 我老婆猜的还差不多 这个包质量还比较好的 给接水 看水 给接水 因为呢 我就想了 那个 嗯 反正就是 这里还有一个洞 这里是放水杯的 可能是 放喝水的杯子 就是说呢 嗯 哎 就带一些夏天的衣服 就行了 嗯 你看 眼看时间都快到了 还有半个月左右 嗯 说实话 我的心情也非常紧张 啊 你这这这十来年 没去过云南了 嗯 越喝越磨 这这几年变化 嗯 越来越老了 好 他怎么着了 好 妈妈 就把这 他说你背着 一边放一瓶水去吧 好 这里别呢 放上衣服 啊 妈妈 漂亮 真漂亮 我儿子 你跟老婆看不见了 你看 美国谁呢 看 好漂亮 你喜不喜欢呀 喜欢呀 去外国家 去咱就带这个包好吗 好 你跨的行吗 这个时候还有鸡鸡吗 我看 你妈妈 你妈妈的 呀 还有这个拔在里面 而且是还有拔的 还能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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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个半是吧 嗯 我想我儿子 你看我儿子发现了这个拔 这个拔可以用手提的 是吧 老婆 你试试 这可以了 小肥包 我和老婆一个人 领着一个孩子的手 然后我老婆费个包 我们就去云南 走亲戚 坐那个飞机 坐飞机 还坐火箭 就是准备了 坐飞机去 我儿子说的对 坐飞机去呢 这时间短 这一天的时间 应该就到了 下了飞机 还得坐火车 不是 坐客车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今天呢 我为我老婆 走两家 这个要 提前做好准备 啥准备啊 今天买了一个背包 背包 喜欢我们夫妻的 帮我们点个关注 点个红心 也欢迎你们下方 有完评论 给叔叔阿姨 再见宝贝 再见 再见